纵观近些年来的市场表现 丰田可谓是一路领先 让对手大众望尘莫及 但是丰田优异的表现背后 难道正如民间传言 修不好的大众开不快的丰田所说 是由丰田过程的产品质量造就的吗 事实上未必如此 下面就来挖掘下这两大品牌的历史背景 我国进口日系汽车始于80年的初期 这一时期在市场上涌现的车型 直到90年代末期 才渐渐淡出大众视线 但大多数车型都保存完好 确实积累了良好的口碑 90年代私家车开始逐渐增多起来 尽管日系车价格不贵 但受到指标限制 普通人压根没法买到 于是不少人都转而购买欧洲车 国产桑特纳 早期能买得起桑特纳的人都是有钱人 良好的口碑 就这么一点点积累出来传到今天 但如今的大众出现的漏油 烧机油以及大众的变速箱 双离合和CVT的故障和电脑频繁故障 这些毛病修好了还会再坏 于是变有了修不好的大众这句话 但这并不表示丰田就一定比大众车更好 而且丰田给人的一直开不坏的感觉 不过是假箱 由于丰田长期以来采用的都是传统成熟技术 所以在某种意义上 车辆的稳定性自然就有很大的保障 不易出毛病 这种假箱是由长期使用老旧的自然吸气发动机造就的 但是它也更为稳定耐用些 再来看看大众车 采用了更为强劲的动力系统 易于烧机油 但是在操控性上就更占优势了 论技术操控自然是大众更占优势 但是存在容易出毛病的缺点 但如果是图稳定省钱的话 丰田才是不二之选 况且大众的减配漏油也确实伤了国人的心 在选择丰田还有大众车的问题上 如果按照品牌的一观定论 势必有实力行 还是得看具体的车型再做定论